今天来谈明代极简美学 明代至今约600多年 被称为汉唐之后的黄金时代 在文化艺术方面取得成就巨大 明代文人已经开始推崇极简美学 以现在绘画、瓷器、家具等方面 明代绘画门类丰富、画派繁多 以戴静、吴伟为代表的这派画家 承袭了南宋院画、马远、夏归的构图与画风 并融会北宋、郭熙、礼塘的山水写意 以精湛的画意传承了南宋水墨画的风格 明中期崛起了以沈州、文征明为代表的无门画派 该画派承袭颂缘文人画的传统 发展了崇尚笔墨易去的文人画 题材上多为山水、花鸟以及人物 明代画家推崇以形写神 强调神形兼备、气韵生动 画法上主要运用极简的线条与色调 来刻画外形、描绘纹理、体现画面效果 每一笔都不可或缺、拒绝无用的笔画 明代家具体现了中国家具工艺的巅峰 其材质名贵、装饰极简、工艺精湛、设计舒适 明代文人审美体现在家具设计中 呈现出高贵淡雅、红尚自然的品味 设计上抓住了少计时多的精髓 其线条简洁流畅、没有突兀接口 每一寸都经过精心设计、一丝不苟 明代家具最重要的标志是完美、简洁的笋毛结构的使用 不需要铁钉、胶水以及其他连接装置就可以完美护锁 木材可以根据温湿度、膨胀和收缩 笋与毛的结合是木件之间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的精妙组合 能够限制木件向各个方向扭动 这是其他连接方式永远无法做到的 而且金属容易生锈和氧化 时间久了必然断裂 而真正的红木家具可以使用数百至数千年 实现了精心设计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 幅度、造型都符合人体结构 极简的线条与装饰、突出紫檀和花梨等精良木材的自然之美 明代瓷器发展全面、工艺成熟 其中德化白瓷较为符合极简审美标准 不见得化杰出的白瓷雕塑工匠何朝宗 传承了传统的雕塑技艺 针对瓷制材料的特性 形成了造型精美、右色暖白、温润典雅的艺术风格 他雕塑的各种佛像、神态逼真、线条流畅 衣文具有临风飘舞的动感 象牙色的瓷制、温润的暖白柚 呈现了高超的瓷雕水平 明代还有一部推崇极简生活美学的书《账务志》 他的作者是文振亨 出生于明代极具影响力的文艺世家 其曾祖父是文振明 文振亨成为明后期继承家族艺术和文化的代表荣物 《账务》一词出自是说新语、身无账务的典故 身无账务指的是身上没有多余之物 就是当下极简主义者所倡导的状态 书中文振亨描述了书画奇异、焚香听琴、圆林花木、 不适器物等各方面的生活美学 成为明代审美及品味指南 全书的核心是强调去除繁复与奢华、 推崇古朴与雅致的美感 明朝文化艺术灿烂繁荣 具有典雅的审美情趣 推崇极简生活美学 为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